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大家如果能看到这一集视频 那说明了你现在刚刚开始学习PHP 那这也就是我们2014年新版视频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点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新版视频的一些特点 和对大家的一些学习的方法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几个标题是兄弟联的2014年新版视频的介绍 那大家也看到了 那这个系列的视频的形式呢 就是由我和妹子这种搭档的形式 向大家做PHP以及PHP相关技术的一个讲解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咱们都介绍哪些内容呢 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我们二位 你看到一个比较帅的一个青年不能说中年青年男性 那就是咱们的你们的主讲老师高洛峰 你可以叫我峰哥 那具体呢我的信息呢 希望大家可以到百度去查 名人嘛 你到百度里边都能搜到 开个玩笑啊 那这位呢就是妹子 青春可爱漂亮 最主要的是还没有男朋友 所以大家要想下手的得赶紧了 对不对 那如何能找到 大家抽她妹子就可以 因为呢在我们身边呢都那么叫妹子 很少人知道她叫币恩竹的 对吧 如果大家想知道妹子的联系方式 那么你就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对吧 那妹子也是关注我的微博 所以通过我的微博里边的关注 你就可以找到妹子 或者是直接从我所要 但是呢你得回答我几个技术性问题 我才会把妹子的一些联系方式告诉给你 那我和妹子呢 讲解的主要是模拟一个场景 因为呢咱们在这之前 兄弟连呢也出过一系列的视频 对吧 相信大家呢在网上也看到过 那些视频呢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首先是时间长 有的集呢大概是120多分钟以上 会有的这样的最少的也会在三四十分钟 以及这样的 那我和妹子呢这一次2014年我们新版的视频呢 主要就是收集了一些网友和一些学习PVP爱好者的一些建议 那我们改了一下新的形式 那新的形式呢就是这种形式 然后这边是屏幕的形式 你将会在屏幕上看到我讲的一些代码 以及PVP上展示的内容 那妹子呢主要就是代表你们向我发问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妹子 然后呢把需要提出来的问题通过妹子 对吧 这个可爱的生意绑贴给我 然后我在这儿讲给大家好吧 嗯 所以呢 呃这个视频呢主要是这一系列都是我和妹子来负责 对吧 那主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形式 刚才已经提到了 形式呢有这么几种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因为每个学习的看视频的看视频不是看电影 电影那个剧情 比如电影有那个冒险片啊 有动作片啊 对不对 还有感情剧呢叫什么呢 爱情 对爱情之类的等等吧 所有片呢 它导演都会有吸引你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故事情节 下一步是怎么样的 看视频学技术 是很枯萎 那个烦到枯萎的一个对一件事情对不对 所以呢 你人的集中精力呢 也就在10分到15分钟时间 对吧 如果超过20分钟 那有的就有点听不进去了 有的就会耐烦了 然后还讲听完 还有点心情烦躁 就会有一些介绍不了 所以呢 也是听了网友的一些建议 我们把它改成10分钟到15分钟 尽量控制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那有的个别知识点实在是不好猜的 有可能会20分钟 对不对 但是那样会极少数的 有的知识点比较少的话 有可能也会在10分钟稍稍一里 但是咱们尽量控制在10分钟 而且控制在10分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点 或者一个节奏 然后就给大家停下来 接着第二集开始录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种10分钟到15分钟 一个知识点的一个节奏 那这样的话 不好的点就在哪呢 就是有可能一个大的知识点会穿插几机 对吧 但是大家这样的视频跑在哪呢 你可以选择性的去学习 不用去导了 比如说面向对象 就是其中的一个模作方法 不会对不对 而不是整个面向对象的一部分不会 那这个是怎么办呢 如果你和咱们老板式的实际学习的话 你得调进度调一点点去看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我们把其中的一个方法 就做上一小劲 对不对 然后你直接看那一集也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解决你选择性的 或者跳过性的学习 或者说这一集咱们是介绍 介绍之后 比如说咱们会有很多集 咱们介绍什么 介绍互联网的一些发展 用的外部件 对不对 一些学习方法 那如果你不需要了解这些 你直接可以跳过 对吧 从皮皮的第一天 就是第一集开始学习 对不对 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正常表达师不会 那你就可以选择正常表达师来学习 吗 是不是可以有节奏的去选择 对吧 而不是从中到尾看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那么没办法 我劝你最好是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一点不辣的看完 对吧 这样的话 帅哥的形象就会一直在你心中 妹子的形象也会一直在你心中 对吧 这就是选择性学习 另外我也希望和广大的一些网友能互动起来 刚才说了你可以加妹子的微博或者加外的微博 对不对 然后咱们视频是一点录制一点发布 对吧 然后你看到前面的视频 你觉得后边会有一些什么形式更好 或者是你有什么需要的一些清楚点 需要高老师讲的 对吧 你可以把这问题传达给妹子 当我到讲到那个知识点的时候 当然把你的名字最好留下 比如说网名也可以 那我妹子就说曾经有个网友 谁谁问了一个问题 说高老师你解答一下 我这话就会提到你 还你解答一下 对吧 咱们建立互动 当然互动方式除了是这个以外 对不对 当然2014年 如果你是2015年看到的 对吧 那2014年这个视频已经结束了 对吧 那你在想在视频中互动是不可能的了 那怎么互动呢 那2015年之后 那有可能说你就跟在论坛 微博QQ这样的方式 或者微信 来跟我以及兄弟的其他老师 最主要是跟妹子可以来一个互动 对吧 然后我们在视频里边 还会有一些穿插一些小的故事情景 特别是讲概念的时候 因为有些概念 大家新学者比较模糊 对不对 所以会用一些咱们自拍自演的那种 视频短片展示给大家 那咱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种视频短片的格式 这样的话就稍稍录了一个 什么是程序开发 那里边的男主角很帅 女主角也可以 那主要的故事景点就是一个 相亲时候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好 这是什么 嗯 这是什么 过后的啊 你是 星哥 连妹 好 好吃 这是什么 嗯 连妹 不点点什么吗 对 服务员 喝什么 咖啡 服务员 来一个咖啡杯 再来个爽 你不用爽 慢用 请用 这是 我喝不了 我半杯就够 谢谢 今天这月亮真圆了 好像是白天吧 我对你 白天 美女做什么的 人资 哥是高级程序员 程序员是做什么的 程序员就是写程序的 知道啥是程序不 程序就是 看到那个妹子没 如果我想泡他就十步 用程序来说就十步 比如说第一步 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创建好环境 生命好需要的变量 第二步 想办法搭讪 玩过微信没有 就是微信里边不有一个摇摇吗 有一个软件 可以找到桌边的人 如果这个你看他在玩手机吗 如果找不到 那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假装 我的东西掉了 然后过去问他一些事情 反之总之想办法要他电话 然后开始第三步 要他电话之后 然后使用循环战术 每天打一百个电话 发一千个冷信 就这样 熟悉了一点之后 跟你说 第四步最重要的 我咔咔咔 声明几个函数 我们那这块也叫方法 然后约他吃饭 看电影去购物 全是用方法鞋 然后第五 听听听听 你们什么轩太累了 看见那个轩端了没 啊 我搞定 只是一步 东西还没喝呢 胡云 打包 咱们看完这短片了 咱们也了解了短片的这种结构了 相信大家稍上的理解什么是成绩开发 什么是成员 对不对 里边的男女主角确实是很帅 来我们探网了下来看 这是咱们的视频新版视频的一个讲解方式 对吧 再要咱们视频的内容都换哪些 咱们视频讲究的兄弟联储的视频讲究就是第一个全面 全面也就是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辅助资料 第二直接看视频你就能学全这个知识点 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个细致 什么细致呢 就是每个知识点都给你讲的到位 听说吧 一些什么任何的知识点呢 不光是全就是连他的比如讲函数的时候连他不长的参数 咱们有可能都会说到 但是咱们也会突出重点和需要你理解的 对吧 那重点的部分就是你必须会的你小学生的语言必须用到的 对不对 需要了解的就是你做过实验做过一次知道就可以了 忘记没关系 对吧 咱们会分几个打次 对吧 然后咱们PRP归录全系的 这是咱们第一季咱们要完成的PRP系列 那后期咱们还要完成MySQL的系列 rtmcss或者rtmr5cs3的部分 还会完成加速块的全系 当然了 根据往广大网友的一些反馈 是咱们先选择的肯定先最主导的内容是PRP内容 对不对 后期呢 咱有可能选择什么 比如说 跟你网友说 我后边最最想学的是MySQL 对不对 那我就先叫MySQL 如果大家说对GS特别感兴趣 对吧 那么录完第一季的PRP 那我就会录GS 这个岁序不一定是按这里面列的岁序 但是这些胸联所有在以后的视频中 都会以现在这种网友建议的最好的一种模式 给大家讲给大家 那胸联的目标呢 当然了也有个人的私信对不对 目标就是让所有学习PRP的人都可以通过 胸联这个平台学到指点 当然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 但是如果通过胸联的视频这些形式的话 相信你学的会更快更好更稳 好吧 这是视频的内容 具体什么内容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视频发布的一些详题的大纲 对吧 比如说PRP 你就可以完全看一下细说PRP 对吧 细说PRP里边叫的内容 基本上咱都会讲到 就跟书配套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参考内容 参考内容你可以参考什么 2012年的出版的第二版的细说PRP 咱们这个视频不光是2012版的 也接见了2014年 目前这个位置还没出版的 但是我已经稿件已经收集完了 对吧 已经在审稿中 2014年就马上要出版的第三版书 为什么咱们说参考第二版第三版的 因为咱们这次录的视频 采用的是目前软热开发公司中 最主流的版本 咱们原来的西伦PRP第二版的 有一些知识点是针对PRP的5.2.6 而咱们现在最新的版本是PRP6 对吧 但是那个现在还没有用的时候 所以现在最主流的版本是PRP5.4 所以咱们全系列的视频都会针对PRP5.4 这个版本去录 所以你可以参考第三版 当然第三版和第二版改正不大 大家如果有第二版的话 那你也可以给大家节省点资金 也不用去购买第三版 对吧 然后在视频里边把第三版的一些新的内容 你了解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参考资料 那除了这个就是一些官方的手势了 当然不需要你其他资料来补充了 好吧 再补充的话就是咱们学会了之后 你更高一层的提升的时候 你再学补充 那知识点这部分是不需要的 那跟我们的交流方式 那你可以 因为妹子的微博是不能公开 因为她有男朋友的 不能公开的发布 所以呢 只有我这一个青年男子的微博发布了 QQ呢 我也不方便给大家留 Q的电话 因为QQ呢 已经人太多了 然后呢 就是大家可以加我的微博 那除了微博的之外 还可以在论坛里边 在我们的论坛 也就是bbs.lumberbrother 这里边呢 我们的视频专区也好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兄弟联的视频专区 原创视频 或者是西村P2P交流专区 对吧 这一区提问 我基本上每天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线回答问题 嗯 当然有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我去上课 或者是我再给大家录制视频 那这时间有可能就会少一些 但是呢 最少最少两天我也会有一个小时时间在线 给大家互动 这是咱们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 当然微博里边呢 那就关注 然后会发布一些信息 之类的 对吧 当然最主要在我这里边能找到妹子的信息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获取视频的方式 你可以在咱们的兄弟员的观看网站上 3w.labbrother的视频专区中下载 也可以通过电驴网盘 咱们都会有一个专区专门放他们2014年的新版视频 你可以在这里下载 当然了 你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优酷啊 这些在线观看的网站 对吧 如果你网速比较慢的话 你可以在线去观看 我们尽量上传的都是高清的 尽量上传的都是高清的啊 在线观看也可以 我们标题都是其有规律的 你也能搜到一系列的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兄弟连的这个光盘网站上找到咱们的可爱的官吕丸 或者找到咱们可爱的资讯师 然后你就能说申请光盘 咱们录制这一系列都会以光盘的形式发给大家 快递给你过去 好吧 当然了 如果你采用面授的方式 对不对 到兄弟学习 我们是更不欢迎的 因为看视频 虽然我长得比较帅 妹子长得比较可爱 对不对 但是你有看烦的时候 对吧 但是过来面授的话 咱们是面授 因为你看烦的时候 你就不一定能兼职下来 有可能学习周期会很长 然后聚踪厌烦了 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但是如果面授的话 会有几点好处 第一个兄弟连的阉阁管理 你不会有空间时间去想别的 你的时间都是想在了学习 对吧 比如说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 都是你的学习时间 而且你可以有一帮小伙伴 对吧 现代社会什么最重要 人脉最重要 对吧 如果你自己学习的话 你认识行业的人怎么的 肯定是有限的 如非通过网络的时候 譬如空间 对吧 而且关系还不是那么铁 最铁的关系是同学关系 你在我们这边参加面授的话 一个班比如说60个人 那60人将来都是从事同一样的行业 那这都是你圈内的人 对吧 将来创业也好 或者是跳槽也好 对吧 或者是开发的时候寻求帮助也好 那你们这一般的小伙伴都会支持你 对吧 另外还有很好的学习氛围 在熊连不允许干其他来这就是学习的 对吧 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一门技术 当然这是我们欢迎的 但是大家如果考虑到经济的问题 对不对 考虑到地域的问题 那么咱们的视频指标也是顶呱呱的 而且也是很全很细的 对不对 这是获取一些方式 那大家如果现在想在微博的看到这个视频 你只要一扫描就可以 那跟这视频学完能像面授一样达到就就业的目标吗 不见得不容 因为咱们原来的老板视频学完之后 好多人看网给我反馈的信息发邮件也好 或者在微博中留言也好 就高老师我看你的视频 看完之后我自己能做商城了 对不对 我自己现在可以创业了 我可以从事P2P的工作了 对吧 我可以做一些二次开发的东西了 这些朋友可以做的 我想起你也可以做的 好 这就是我们新版视频的介绍 谢谢大家 再见 请关注我的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